音樂 其實我看到出來大部分都是 爸爸媽媽的年齡層比較多 反而是很多年輕人 並沒有出來去珍惜這個機會 其實這是我看到一個很可惜的部分 然後加上商品的差異化跟特色都不夠 而且會有太多 就流於像是傳統藝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是會蠻抹殺文創的一個 態度的問題 這一次主要創意師集的內容 其實蠻多都是蠻類似的 那我覺得街頭藝人其實就是 你要去把喜歡的東西去跟別人分享 除了就是你的獨特性以外 其實它跟觀眾的互動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其實街頭藝人對我來講的話 我感覺有點像素人的藝術家 因為街頭藝人他其實名稱訂的範圍很廣大 對然後藝術的項目包含種類也很多 以前我是在畫那個廣告招牌 後來退休了就沒有畫 就一直想到這個沙發 就畫一下讓這個東西能夠呈現給大家看 我是用故事屋的方式 因為平常小朋友就可能 看看電視或是一般的影集或是繪本 可能大人就故事書拿著念念 然後小朋友看看他的圖案 這樣就結束了 但可能覺得這樣就是有陪伴到小朋友 其實這樣是沒有互動性的 所以說我這次做這個故事屋呢 是希望讓大家看看說 其實小朋友很需要我們的陪伴 因為本身很喜歡羊毛沾這個東西 那很想要藉由街頭藝人這個平台 讓大家看到我的羊毛沾的作品 因為做羊毛沾需要很長的時間 它需要你的專注 如果你沒有很專注 或是很有耐心的話 它可能你脫歪了它就變形了 那也希望大家也喜歡羊毛沾的東西 那也希望大家也喜歡羊毛沾的東西